邱医来了 我变美了 大家好 我是邱医师 今天邱医师要跟大家谈谈 哪一种雪地里的运动最燃脂 答案应该是滑雪运动 为什么 因为滑雪运动 根据统计 大概每个小时 可以燃烧掉562大卡的热量 虽然说我们像在台湾 我们很喜欢骑单车 骑单车一个小时 也可以燃烧大概560到580大卡的热量 可是不要忘了 滑雪运动是在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进行的 对不对 我们以前讲过 冷刺激不管是环境的低温 或者是我们喝的水的低温 它都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新陈代谢 好 所以一样 滑雪运动 它除了本身运动燃烧掉的热量以外 它还有冷刺激所带来的效果 包括让你的身体应付你的低温 所以提升了代谢 燃烧更多的热量以外 它还因为冷刺激增加了你棕色脂肪的数量跟功能 所以 连带的帮助你产更多的热 而且帮助你形成的异瘦体质 为什么滑雪运动在所有的雪地当中 是最容易燃脂的呢 其他的滑雪运动 包括跳台滑雪或者是竞速滑冰 都是偏向阻力型的运动 因为那个时间很短嘛 突然间跳起来滑了很像跳高的那种运动 它呢比较不能燃脂 那滑雪运动不一样 滑雪运动除了时间比较久以外呢 它还牵涉到全身平衡的这个维持 包括头肩颈手腕肘 还有呢腹腿膝甚至脚踝 这几个部位呢 因为为了维持滑雪当中的平衡呢 必须要不断的运动不断的协调 所以会牵动到很多啊 平常跑步用不到的肌肉 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 就会让身体啊 这个锻炼的更多的肌肉以后 达到更多的效果 而且燃烧了更多的热量 所以说滑雪运动呢 是雪地里最好的运动 一般人因为不是参加比赛呢 所以没有速度的需求 而滑雪运动呢 可以延长那个运动的时间呢 达到耐力运动燃脂的效果 所以邱医师非常建议 如果各位到了雪地去赏雪的时候 不妨来一个滑雪运动 利用环境的低温 帮助你提升代谢以外 还能够让滑雪运动人 让你全身各部分的肌肉 都能够运动到 同时能够帮助你燃脂 让你达到减肥的效果 试试看吧 加油 想知道更多科学瘦身的知识吗 请上网搜寻爱瘦美 还能什么 赶快加入吧 谢谢大家